大家好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 Swiss Resource Capital AG与杜格斯贝电视 共同为您带来的最新商品角节目 在这里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话题 我们看到Inca One Gold很高兴地宣布 该公司同意在基于协议的前提下 收购Standard所发行的股票 加印黄金与Standard的美股交换比率 为0.55 也就是说所收购比例基于大约溢价为23% 截止到2015年10月6日 Standard的10天成交量加权平均值美股的价格 这里所有的金额都以加元计算 除非另有说明 该意向书还包括了一些基本进行交易的商业条件 要求双方在尽可能快的情况下完成合约 可以看到合约最终签订日期不得晚于60日 交易要在2016年2月6日之前完成 此外在交易结束之前 英家黄金将会分享Standard的私募融资的600万股权标准普通股票 价格为每股0.055美元 收益约为33万美元 共计为Standard的股份的9.9% 第一黄金在秘鲁北部和南部都拥有自己的工厂 日产量为200吨承载力 可预见的就是这里的商业矿物购买团队将会增加 这将会加强在市场中的销售 通过提高Standard的采购设备和加速购买能力 以此来增加其库存购买资金 预计库存价值在除去购买有关进口矿产 和用于购买矿物的资金为400万美元 值得关注的就是 英家在秘鲁南部的工厂将会成为最大的生产与加工工厂 而在北方的工厂 按计划将会转变为一个区域性的矿产购买仓库 预计收入与经营现金流都会是有所增长的 也有着多种协同效应与节约成本的机会 这里就包括在立马和温哥华的两处办公室 减少每吨成本开支 他们利用相互互补的关系 两个财务团队在过去的18个月里 负责为印加和Standard 从欧洲与北美采购超过了2000万美元 好的 这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让我们拭目以待 Inca One Gold在未来的发展吧 如果印加与Standard的最终达成协议 它将会成为秘鲁市场的一个新的领导者 好的 感谢您的收看 本节目由Swiss Resource Capital AG 与杜高斯贝电视共同为您呈现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resemble神经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1个视频